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HK 又是我 Leo 和大家玩這隻 Mon Hunt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技巧 爆機之後就是強化紙的裝備 這套裝備加漏羅裝,這套裝都真的蠻好用的 不過裡面就有一個材料是蠻難拿到的 就是這個磁眼殼 不過就有一個方法,一定可以拿到這個磁眼殼 要拿到這個材料就要爆眼,就是第二個形態 第一個形態是怎樣打快一點呢 一開始我們來到地圖的位置 本身這個小地圖都有一個類似陷阱的東西 來到這裡之後我們就爬上條路,用飛翔爪撞牆 所有石就會塌下來,那條龍就會扣很多血 然後就不斷再輸出 這個位置是可以撞兩次的 撞兩次之後再打多一會 那條龍就會掉在身上的石頭,然後就進入第二形態 來到第二形態之後,我們就要主力打他的頭 但在這裡要留意,由於第二形態,條龍的血量其實比較少 如果一邊打頭一邊打身,很多時候頭還沒爆 那條龍就已經死了 所以最好就是四個人一起打頭,打到頭爆了才殺龍 重點是要打一個頭殼下來,要爆兩次才會下來 所以怎樣打最好就是找人射這個刺甲榴彈 所以找朋友一起做就最好 怎樣分配就兩個射刺甲榴彈,因為龍會快點暈倒 然後另外那兩個就拿近戰武器 最好是徐仔,有破壞王,令到頭殼快點掉下來 頭殼就像尾一樣,需要額外掘 就可以掘兩下,這兩下只會出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出這個磁眼殼 另外一樣就是出那顆蜆肉 至於出哪個就50-50除機 任務完之後追加報酬有機會再出一個磁眼殼 不過這個就看機率了 但是你爆了那隻眼出的機率都會很大 不過我真的很非洲,所以我這一場是沒有的 這個打法,切夾榴彈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之前也拍了影片教大家怎樣組裝這套的裝備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給我一個Like和分享給朋友 魔鏡還有我最新的資訊和攻略都會拍影片告訴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